我曾经说过吃反华饭的人一个好人都没有 这句话是经过调查考证的 比如说参与颜色革命 妄图颠覆政府 出逃之后他就变成了民兜 在国内犯罪蹲了大狱 出狱之后跑到美国就成人权斗似了 还有贪官的外逃子女跑到美国 一下变成李中克反华狗了 上一个视频里咱们提到了刚踹腿的泥筐 他为什么这么恨共产党 还自诩是反共作家 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在内蒙古当运输警卫 因为天气冷 跟其他几个运输兵拆铁路的木桩 生活取暖 后来一个农民开着拖拉机 路过铁路 直接造成了坍塌 当时人就没了 因此泥筐被捕 而且给他定罪为破坏革命基建 然后他畏罪潜逃 途中还放狗 把追捕的大队长给咬伤了 后来南下的时候 他伪造政见 伪造证明 偷渡到了澳门 最终才到了香港 可以看出啊 这些坏人为什么这么恨共产党 为什么他们反华反共 还不是因为老共 把他们绳之以法 他们或者是为了卖惨 或者是为了干掉共产党 自己就可以永远逍遥法外了 所以他们才反共 而接下来要说的这位 外逃日本公开反共的 王菊 王丧也是一样的 之前长脸做两期节目 揭露为什么王丧被央视开除 视频里面列举了他制作假证据 用造假方式编造所谓的这些证据证明 然后用央视背书 利用舆论来制造恐慌 当年导致汉江平原丰收农民的大米 严重滞销卖不出去 坑农事件都发生了 事情发生之后 农业部出面澄清反击王志安的假证据 之后他再也没有高举所谓他声称的正义 去回怼农业部 因为舆论已经被他煽动起来了 恶劣的社会效应也出来了 事后擦屁股的事 他根本就不在意 这时候他就去找下一个事情带节奏去了 这也是现在国内面临各种舆论困境的真实写照 带节奏煽动负面情绪 在官方公告之前已快打慢 用不断制造谣言来创造一个又一个的事件热点 其目的就是为了毁掉政府的公信力 这是颜色革命的一个先决条件 那王桑在央视还干过什么事呢 他为什么被央视辞退呢 磊哥今天继续带大家挖坟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朋友磊哥 当年王桑在央视新闻调查的时候 号称该栏目是国内顶尖的深度调查节目 以记者采访的形式 以事实为准绳 探寻事情的真相 追求理性平衡和深入 但是王桑的节目通常都是先射箭再画把 全部都是预设立场的 然后为了证明自己的立场 再进行诱导式的提问 再采用大量的剪辑手段来带风向 这里给大家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央视新闻调查栏目在2012年9月15号 播出过一期节目为黄金大米 谜中谜 这期是王桑负责并且担任调查记者的 这期节目的开篇直接就预设立场 第一句话就是一场由儿童人体实验延起的风波 然后马上又加了一个采访中的剪辑 说把中国人搞成这样 拿6岁到8岁的小孩 你看节奏就来了 节目还没开始了 就在标题里面直接下定义了 说这是一场针对小孩的人体实验 由于央视的原视频太长了 我把链接放在下面 有兴趣的 大家可以去看看当年的原视频 黄金大米是当年联合国粮农署的一个人道主义项目 就是在普通大米中加入了胡萝卜的基因 让大米产生胡萝卜素 这样可以帮助在体内转化成维生素A 这种大米本身在脱壳打磨之后有淡淡的黄色 所以叫黄金大米 当时这个项目主要是针对世界上 1.9亿维生素A缺乏的儿童都是在贫困地区 根据WHO的数据称 每年发展中国家会有35万的贫困地区儿童 因为维生素A缺乏导致失明 还有67万的儿童因为维生素A缺乏症 导致免疫力低下引起感染和死亡 而这个项目初衷是在不改变当地饮食结构的基础上 帮助当地人摄入维生素A 黄金大米每天只要吃几十克就能满足一天维生素A的所需要求了 而更重要的是这个项目是粮农署的人道主义项目 所有的专利所有者都放弃了知识产权 所以不存在资本控制的问题 农民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留种 并且以后再种植 完全不用买任何的种子 而当时对于黄金大米质疑爆发前 其实该产品已经通过了安全评估 但是在国内进行实验审批的过程中 相关人员出现了两次程序上的违规 这个实验最早是在浙江进行的 当时在浙江获得了伦理审批 后来研究者把实验又放到湖南的时候 浙江的伦理审批那时候已经过期了 这是第一次程序违规 第二次是在实验进行的过程中 研究人员只是告诉了学生和家长 吃的是一种营养食物 没有详细讲解更多的信息 就让家长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这就给后面埋下了隐患 也是事件中第二处程序违规 之后的实验就是把人分成两组 一组吃黄金大米60克 一组吃普通的大米 然后来观察两组人维生素A的摄入情况 后来这项研究完成了 论文也发表了 结果被各种调查记者抓住了 在各种话术的引导下 研究人员被扣上了 拿小孩当小白鼠的帽子 当时情绪煽动起来了 理性讨论的空间就完全不存在了 当地的学生和家长被各种谣言所蛊惑 说吃了以后就不能生孩子了 之后各种家长群情激愤 说今后孩子出现任何问题 到政府出面赔偿 为了平息事件 当地政府给吃了黄金大米的孩子 八万的补偿 然后安慰祭祖的孩子家长 看到其他人拿着钱了 也开始跟着闹 最终每个家庭也拿到了一万的赔偿 从那以后黄金大米就成了危害中国人的转基因毒药了 之后的几年 中国的科学家也开发出了自己的富含维生素A的黄金大米 这和之前事件完全不相关 但是由于当时黄金大米已经在公众的认知里成了邪恶的东西 所以很难再获得推广的机会了 那咱们再来看看王桑是怎么带节奏的 他在节目一开始就暗示 这是对孩子的人体实验 还采访了一位已经被舆论带节奏的农民的发言 这位农民支支吾吾的说 对对 可能外国人把中国当动物实验 想起原来战争年代的731 把中国搞成这样 拿6到8岁的小孩 这话也没说完就结束了 他把这些农民被带节奏之后的发言 用剪辑的方式穿插到节目的画面中 整个视频里面至少重复了四遍 反复加强对于观众的认知 对于黄金大米的研究初衷完全没有介绍 但是却给观众强烈的暗示 说黄金大米就像日本731在中国做细菌实验一样 当时王志安通过采访不善表达的科研人员 用很晦涩和中间性的回答来不断的暗示观众 比如说并不涉及安全性问题 我想这不存在不能做的问题 等魔能两可的回答 没有一句话明确说黄金大米已经通过了安全性审查的这一国际共识 对于看节目的普通民众来说 哪懂那么多 整期节目看起来只记住了动物实验 731 6到8岁的儿童等关键词 当时这期节目引发了公众空前的恐慌 并且出现了大量更加夸张的谣言 什么吃完就不孕不育了 危害几代人之类的 本来梁冬鼠一个帮助贫困地区儿童脱离失明症的公益项目 就变成了邪恶的人体实验了 而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则被完全忽略了 随着这期节目的播出 很多有良知的科技工作者纷纷发声 反对王志安的质疑 接受采访的科研人员也证实了 王菊对于他们的发言进行了不恰当的剪辑 起到了断章取义的作用 在这期节目的三个月之后 央视又播出了一期再问转基因的节目 那期所有被质疑的内容都得到了纠正 但是三个月的时间里 新闻的热度早就过去了 人们对于黄金大米 转基因水道的恐惧已经形成了 这是很难抹去的 而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则完全被忽视了 王桑对于儿童的态度 和对于弱势群体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 那就是完全没有同情心 2013年王桑因为网上发布 为虐童事件洗地的微博 被央视停止两个月 当时浙江温岭有一个民办幼儿园 有一个92年的老师欺负孩子 事件爆发之后民众愤怒 而王桑连续两条微博给这个虐童的幼儿园老师洗地 他还每其名曰这是对于细节和真相的追求 从这点就能看出来 他蹭新闻热点是完全出于流量的考虑 从来不去关心具体的人 也从来不会共情弱势群体 如果大家不幸看过王志安的一两期节目 你就能很明显的看到他那套先射箭再画把的手法 他的发言永远都是现有立场的 再去罗知所谓的证据 立场先行是调查记者本来的大忌 从这些就能看出来 他无论从职业操守 还是个人的道德上都不配当一名记者 王菊最光鲜的时候 就是出入中央台各个新闻栏目 一副精英的样子 那是何等的光鲜 在微博上有700多万粉丝 他最拿手的绝迹 就是一边骂中国没有言论自由 一边又行使着言论自由 抹黑他自己的国家 他能在央视待这么久 后来又去新京报做首席记者 能在微博上骂自己的国家阴阳怪气 这都是中国拥有言论自由的铁证 而他被封杀 被央视开除 我只能说是咎由自取 因为他背弃了作为记者的职业操守 节目的最后 来个挖一些王桑曾经在微博上的各种奇葩暴论 大家看看这是一个怎样的人 第一个巴黎圣武院大伙食 他说我要给巴黎捐款 他还说请不要问我 为什么不捐钱给圆明明 他说我的钱我爱捐谁就捐谁 第二条 他说日本拉面便宜又好吃 台湾卤肉饭便宜又好吃 中国就是落后 不光拉面其他也一样 第三条 黑中医 说中医不治病 危害健康 就是为了挣钱 这里插一嘴 我发现所有的反贼无一例外全部都是中医黑 第四条 日本马桶水达到了饮用水的标准 他的暴论实在是太多了 被打脸也太多 但是他从来不会介意自己被打脸 这种脸皮的厚度真的太适合当反贼了 2019年 他因为作恶太多了 被全网封号 当时他马上跑去了日本开始办移民 结果日本的疫情越来越严重 他马上又跑回中国避难 之后他自己说又离婚了 妻离子散 还操持了父母的后事 然后他再次回到了日本 这次他再也不想回中国了 于是在油管上露出了真面目 公开的反华反共 甜美甜日 他第一次从日本回到国内的时候 以为自己国内还有影响力 想继续利用那套黑记者的手法搞事 殊不知在当下监管和互联网自媒体发达的当下 他那套手法早就没了市场 他吃尽了体制的红利 也赚到了名和利 但是因为他的职业操守跟道德被体制开除之后 他马上跑到日本就干起了职业反华 真的是妥妥的反贼 一点感恩之心都没有 他能在油管上受到反贼的追捧 一个关键就是海外华人获取信息的渠道 相对于比较闭塞 由于长期在海外 已经对于中国国内的情况非常陌生了 而油管本身又是一个会强化错误认知的地方 他会给你推荐一个又一个反贼的视频 不断强化你的偏见 所以到底谁在墙里谁在墙外呢 不管汪菊现在反贼的圈里多出名 他现在的境遇也只能是一条丧家之拳 他在日本租的小房子里 一定会怀念在中国生活的日子吧 最后希望他好好学日语 好好融入日本社会 堂堂正正当个日本人 别再蹭中国的流量了 因为中国的一切都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